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联校九段和伊林涛八段 那么联校九段这个玉面骑士啊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也有很多的这种小迷妹们都很喜欢啊 因为这个联校确实是这个不仅旗下的好 颜值也高 一度还因为这个在飞机上的一张这个照片 登上了这个微博热搜榜的前列啊 这个可以说是在这个女奇迷心目当中 这个人气是非常的高 那么这个伊林涛八段呢 可能大家就不是太熟悉了啊 其实伊林涛这个窜红速度啊 我觉得也是是这个坐着火箭这个攀升的 在大概前两年的时候 其实伊林涛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棋手啊 结果这两年他这个战绩真的是非常出色啊 不管在这个头衔比赛中还是在微甲联赛中 都是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大家看他这个段位就知道了 我觉得前两年的时候他可能才三四段四五段吧 这两年蹭蹭蹭一下就窜到了八段啊 这个这个段位的现在这个 因为起手的这个段位啊 跟这个所有比赛的成绩是挂钩的 那么你比赛成绩好段位就升得快 所以这两年这个伊林涛这个成长速度是非常快 但是此番他碰到了这个联校九段啊 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挑战一下联校九段的这个 这个地位啊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这盘棋的实战 这个棋是由这个伊林涛霸断直黑先行 这两个人其实碰到的话也很有意思啊 他们两个棋都是棋速偏快 那都属于快枪手 而且两个人的棋风 我觉得也有这个相似的地方 那那都是大开大合的啊 这个联校我就不说了 大家都很熟悉啊 这个他的网上ID大刀向前冲 已经是早就吸粉无数了啊 那么其实伊林涛的棋也是这样一个风格 力量非常大 好我们看这个棋 黑的现在是选择了这个大飞啊 这个我们可能现在更多的见到是这个超大飞 这个超大飞比较流行一点 但其实这个棋不管是超大飞也好 还是大飞也好还是拆二也好 都是没有关系的啊 这里唯一要注意的是这个以前我们人类棋手非常喜欢下的这个拆三啊 现在已经是不太流行 因为这个拆三将来被白棋打入非常讨厌啊 所以这个AI是非常的不推荐这个拆三啊 那么我们现在大家也大家也很少会下了 一般都是这个高拆三啊 高拆三的好处就在于你如果低位打入 那么黑棋就烤牙筑啊 如果你高位打入 哎 我就三路拖过 那其实简单的说这个高拆三的特点就是 让黑棋这两个字一直保持着联络不被分开啊 这个是他最大的一个特点 好 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实战 实战它是大飞的啊 然后就是再熟悉不过的点三三了啊 点三三套三 最近几盘棋我发现 看的这个棋啊 哎不是长就是飞的啊 其实点三三 这个关于这个被点这一方 其实还有一种很常见的印法 那就是搬了连搬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一个 弃掉一颗子 然后把脚吃下的一个手段啊 这个其实这个搬连搬的下法 也是在这个 其实在我小时候学棋的时候就已经学过了啊 只是不知道这个下法 也是这个应对点三三最好的下法之一 但这个下法要注意的就是 被白棋拔的这个子啊 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太希望说是这个白棋拔的这个队和和他自己的脚是在一个方向啊 这样的话将来这个贴起来 白棋在这个上上头很容易就是出现一片形式啊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这个方向的时候 很少会选择这个连搬啊 一般都是从这边挡的时候 那我们看一下 一般都是从这边挡的时候 然后选择连搬 这样这样下的人会多一些 当然这个盘棋 这个目前这个小木是朝着这个方向啊 所以可能这也是黑棋没有这么去选择的一个原因啊 这样的话正好被白棋这个挂脚是个好点 那本来就是挂小木就是最大的 然后再加上还有这朵拔了这个子的一个接印啊 这个白棋方向非常好 啊所以实战 黑棋是选择了这个点三三套餐 众多套餐中最简单的一个啊 连续的长 抢到先手 然后这个加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黑棋的伊林涛真的是 很积极啊 年轻 年轻气盛 其实这个棋我们手脚也是非常正常的啊 因为这个手小木嘛 本来就很大 好 加工 那么这个 作为这个白棋的连校来说 那你既然选择了这个 加工啊 那这个我不可能说是现在在 老老实实的在跟着印一个 那比如说长 啊 局部来说这样 白的是有这么下的啊 那这个黑的就 这几下交换又便宜了啊 然后再回到这个手脚 这肯定不是连校的风格啊 连校的这个大刀向前冲嘛 啊 你不手脚 我自然要挂脚 啊 这里 这个黑棋是下了一个 已经目前来说这个 在近几年比赛中很少见到的一种下法啊 上铐 嗯 在AI没有出现之前 这个上铐还是 经常会有的 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少 因为 这个 AI更推荐的是下托 啊 这个实地为王 这个上铐就 逐渐就被大家给淘汰了 或者说被大家给遗忘了啊 因为 淘汰也谈不上 因为这个铐 从这个胜率上来看的话 也 不降胜率啊 只是 觉得好像没有实地就很难掌握 好 这个拖 其实这个上铐 原先我们也经常会这么下啊 但后面这个发现 这个下法啊 实在是太损实地了 不管走这个 飞的肩啊 这样的下法 实在是太损实地了 这个 因为现在大家这个 有了AI之后发现这个 没有实地真的是很难掌握啊 这AI教会了我们就是 攻击是非常难的啊 因为一块鞋想要死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么这个时候实地就显得非常重要 所以现在这个 大家看这个顶尖高手下棋 都非常注重实地啊 好 实在是拖 哇 这个下法真的是太复古了 瞬间让我有一种让我回到了这个十年前比赛的感觉啊 这个那个时候 这个下法应该还是很常见的 现在这个 现在更多的其实拖的时候 黑的也是单退的啊 单退 这个顶了长的下法真的是 很少很少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番棋 梦回十年前 那黑的力 一直到这个之前都是很复古的下法啊 那从这部点开始 哎 好像又把我们拖回到了这个2020年的这个对局啊 这个这种点 就这种类似有断点的地方 这种点一下啊 这个都是AI教会大家的啊 没事你就先点一下 看看这个黑鸡怎么硬 他不管粘也好 他还是拆下头也好 还是他什么逼住靠啊 然后我们就不走了啊 就是重点是先问一下英手 那实战黑的先打一下 粘回去了 哇 这个 易云涛这个脾气真好啊 点就粘上 这感觉 低感总是在这里啊 我觉得 当然这个是一个 人者皆人 智者兼智的问题啊 每个人临场都有他自己一个判断 因为这个棋 具体现在印的哪里好 谁也说不清 因为我们不知道将来这个战斗会发生什么 啊 这个点 其实这个意图就是 要问问黑鸡 你到底是要连后呢 还是要实地啊 我先在这个战斗还没发生的情况下 我先问问你 怎么办 好 走完这一下之后呢 白鸡一定会尖了 要不然这个铐下来太严厉了 哇 这个 联校同志是 真的是积极啊 大刀向前冲 这个铐起来 这个是完全出乎我意义了 没有想过 这部棋我以为一定是尖在这里的啊 这个铐 首先这个黑的这有可能反击啊 我不知道 看一下 并没有反击啊 这个棋 如果我是黑棋的话 我第一杆就想反击啊 那么有可能反击他就退一个啊 他觉得这样顺调 给你拔一个紫 并不重要啊 并不重要啊 这样的话 白棋这个实地捞得更加透彻一些 嗯 也有可能 这个是个球一个掉 那如果黑的扳断的话 直接扳断 他觉得也不怕啊 他觉得就一阵压 这打一下很舒服啊 黑的形状不是太好 所以这个实战 黑棋也是 扳了一下 啊 然后 这边你不是拖鞋吗 拖鞋呢 我就继续的这个 继续的进攻你啊 这边 让你付出代价 嗯 那么这边的话 这个白棋这个靠跟肩比的话 哎 显然应该是会好一点的啊 将来这个拐头拐起来 力度更大一些 啊 现在这个时候 其实白棋 接下来一步棋 玄奸挺难的 我觉得 因为黑的已经把 他的这个子力啊 从 自己一开始的这个正式 啊 新小木的开局 已经把这个子力 逐渐的转移到这个左边了啊 现在这个 黑的基本上子力都 都在这个围剿 白棋这两个子的状态 所以这个白棋现在接下来怎么应对 其实是挺难选的 啊 实战 这步棋 嗯 就像我之前总是跟大家说的这种棋 不用太在意 这个 你试着去计算他啊 千万不要以为这个看到高手下这 说他已经是算清了啊 这个地方的变化 不可能 这个地方变化太多了啊 谁来也算不清 只是一种感觉啊 只是一种感觉 你走在这里也好 在这里 走在这里啊 这个点 当然白的还有一种下法 就是稳健的 稳健的回去啊 但这样的话就被黑的又先手便宜了一下 那么黑的走完这个 黑的肯定是要 围一个空了啊 这个地方 实战 这个 是直接在这个地方 哇 这个 这一步棋真的是 很有想法啊 录个破绽 给你穿向眼的机会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如果 这个白棋就穿向眼呢 其实我也没太明白 大概是贴一个的样子 因为肯定不能直接冲 直接冲的话 冲到这里 好像黑的就没有什么后续手段了啊 这个其实我们看再冲 这样本身看着是个球掉的下方 但是 问题在于这个局部对杀 似乎是杀不过这个白棋啊 这个局部对杀是杀不过这个白棋的 所以黑的可能会直接贴 这样的话 黑棋的要求也很简单 这个冲和这个扳头 必得其意啊 你如果沾上 我就扳过来 那么 你这个脚虽然能活 但是我太厚了之后 你这三个子 等于现在这个向眼被穿了 他觉得无所谓啊 他觉得就等于你走这个 我贴你跳一个 我搬住你 然后我这点一下 又不会亏 把你点中 这个想法是非常好 通过这一手 我们能看到这个 小将伊林涛 这棋确实是 才华还是有的啊 所以这两年能坐着这个火箭 坐着火箭一样的身段速度 确实是 确实是有实力的啊 这部棋黑的 白的不是太好办了 连校可能现在会比较后悔 当初这个悬点 不是太好 可能忽略了黑的这一步啊 他本来希望你是走在这里的 那这个白棋局部不好办了 怎么办呢 拖先 那么黑的把这个贴住 我们看这样的话 哇 黑的这块实控制效率 真的是很高啊 这两个地方 白棋这个交换 不管怎么看 都挺损的啊 然后白棋再回去 感觉从这个开局来看 今天这个连校同学 这个 刀法有点乱啊 这个大刀向前冲 这个刀法今天 有点凌乱啊 先掉一个 然后再打入 又见回啊 感觉有点凌乱 哇 这个黑的是 得寸进尺啊 白的已经说是 哎 我退一步 我去做活吧啊 结果黑的不放过他 继续这个试探 你要是走这个的话 那将来这块棋 一挤一爬回来 局部是不活的啊 那如果你要走这个 那这个子被先手断下了 我觉得就目前来说 这个白棋是无法容忍的啊 所以这个拖也是 果然白棋是糊里头啊 这个这个时候 无论如何这个子 不能被先手割断 那么黑的就 留下了一点伏笔啊 将来这个 有可能会搜刮 或者攻击这个白棋 先飞正 然后是 那一靠 这靠这个手段 那就是现在已经比较常见了啊 这个手段并不是AI教我们的啊 这个AI出现之前 我们已经很常用到这一招了 这一招棋的目的就是 看看你走哪儿 你反正不管走这个 还是走这个 我接下来一步啊 一定是配合这个 加一个啊 就是你要捞脚 我就外面有借用 你要是走外面的话 我就捞脚 那其实这个靠的意图 也是非常的简单啊 因为我们看 你直接脱白的一定搬这个啊 你再走这个的时候 那白的一定会长出来 这样的话 这两招就非常的损 所以后面就发明了这个先靠 那这个棋 这盘棋 白棋还是选择了长这个啊 这个长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但是鉴于当下这个局面啊 我觉得连校有他自己一个判断 他觉得我无论走这个 还是走这个 背黑的这一加都非常难受啊 因为他觉得 如果我走外头 这个脚被掏了之后 他认为这盘棋 这个实地上会出现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看 黑的这里有一块很大的空啊 白棋 剩下的空都非常小 那这个脚 如果再背一掏的话 这个实地是成问题 但如果你不让黑棋掏脚 黑棋掏脚的话 黑棋这个打出来又非常严厉啊 我们看 那这个再把你封进去 首先你的这个做活 就会成一个问题啊 做活完之后 我们刚才说这个脚还没活 然后即使这个脚都活了之后 我们看黑的外头 这个潜力也是不得了的 所以综合了这几方面的这种考量啊 我觉得这个联校下之步长之前 他一定把这几个图都分析过了啊 然后选择了这个长 通常情况下我们不选这个长 是因为觉得这样的棋被竖下去 这个子废了啊 但是这盘棋呢 对于白棋来说 它有一个什么优 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这个被冲下来之后 虽然废了 但是它现在这个小飞在这里啊 可以极大的限制黑棋这边的发展 也就是说这个冲下去 他认为这边啊 黑的所获有限啊 那我如果能把你这颗子牢牢的吃住的话 我把这个地方这个薄棋连后啊 这样的话同时也有效的可以限制你中央的发展 结果这个黑的是不冲啊 看来这个高手所见都是一样的啊 高手所见略同 因为冲的话白棋就加 那这颗子如果没了的话 就是显然这个局面下 这颗黑子的重要性要超过这颗白子啊 他们两个判断都是一样的 黑棋又从这里贴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看 白棋再搬了沾上 那这个形状比直接搬这个 被刚才黑棋加了打出来呢 可是好多了啊 嗯 下到这里这个 我就表示这个 哎 联校 哎 这不长 真的是很果断啊 有高手的风范 一灵涛这个选择呢也是 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场合的下法啊 局部来说 大家注意了 以后你的实战中千万不要这么下 这么下局部是非常损的 我们看这颗子 完全的废掉了啊 然后这个鱼形出头 但这盘棋呢 这个黑棋就 必须要强调让白棋这两颗子不活 所以他才选择这样一个下法 然后白棋废 继续骚扰这个黑棋 你不是想吃我这两颗子吗 看看你怎么吃啊 然后黑的停头 那然后白棋又把这个 就揪回来啊 这一回合的这个交锋 我觉得 这个联校好像是占了一些上风的啊 这个回合的交锋 这几条棋交锋 我觉得黑的这个碰开始啊 这个如意算盘是完全落空 完全落空 走了这里之后 黑的其实没有接到什么劲啊 通过那一靠 然后顶 顶了一户 好 这个黑棋是先把这个地方先 自己先走后啊 这个其实非常重要 就是亲民朋友们在下棋的时候 这个要学会这个 就是在攻击的时候 不要一味的只是去攻击对手啊 有的时候 咱们先缓一缓 先把自己加后一下 这个非常重要 现在黑的这个就是 有句话叫做后积薄发嘛 对不对 我们先积蓄一下这个力量啊 黑的走这个呢 一方面是加强自己 另外一方面的话 哎 这个将来这个挤 随时要用上了啊 一旦这个地方厚了 这个拐弯没断的时候 所以这个 这个时候补后自己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白棋肯定管不了这个脚了啊 现在先大步的往中央跳 那非得也跳 然后粘上 哇这个 联校同学这个凶狠的一面 开始展现了啊 在这个做活逃跑之前 我先把便宜站足啊 上头点一下 这里又跳一下 把脚彻底捞掉 那这个黑的是没有办法的啊 这个绝对不能让你度过啊 但是这么下就是 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块起现在真的是就 一个眼都没有了啊 本来将来 如果你不走 不跳这个的话 本来将来这个一箭一立 白棋这对方是可以做个眼啊 现在这个跳是 彻底断了自己做活的后路啊 就是说我现在就不停的往外跑就行了 黑特跟着跳 现在就形成一个对跑的一个状态 但是白棋稍稍稍的有一点薄 这个中央啊 他可能一会儿得自己先补一个 哇 把这个拐起来 这个早年这个靠长留下了一个后续手段啊 这个拐头很有力 那么下到这里 我觉得这个棋啊 真的是进入白热化了啊 上来 哎 这个年轻的伊林涛这个相簿 非常的精彩 但在接下来这个几个回合的战斗中 这个连校这个长 又给我们展现了 他这个良好的大局观啊 全局感 非常下的非常好 那下到这里 这个棋应该说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啊 黑棋这个飞继续力啊 继续力 一方面要威胁这个白角 一方面这个地方 我个人觉得他随时是盯着这个挖断的啊 当然我觉得这个白的不会看不见啊 连下不会看不见 果然 棋风难处小飞飞 这个 这个断补的也是真的是 怎么说呢 哎呀这个补断补在这里也真的非常有想法啊 就是让你看着就是 没有完全补干净的那种感觉 但是他其实是补上了的啊 如果黑的 接下来强行要去分段白棋 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飞在这里也真的是 很积极啊 正好这个飞 我们看把这个 这两子给飞死了啊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得去 真好啊 然后打吃 这地方跟真子无关啊 我们看 这时候这个子发挥上用处了 然后一加 就把这个黑的给夹死了啊 虽说这个补断 真是补在了一个很极限的位置啊 刚刚好 但是这步棋 说实话 我个人 不认为他很好啊 我觉得宁肯老老实实的 要我下 我肯定下这啊 因为我觉得这步棋 或多或少会有点隐患吧 将来 就算人家走在这里 你也非常难受 而且这个地方 这还有好多实地呢 我觉得 这步棋的位置 值得上去 反正 那 现在黑的一退 黑的终于等到了 久违的这个搜刮啊 为了这一天 这个黑棋已经是 等待了 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啊 这个顶了虎又飞了一个啊 将来很愉快 这个一挤的时候 我们看 白棋粘不住了啊 只能粘回去做火 这个地方黑的是 这个局部黑的真的是 很得意啊 可以说很得意 哇 然后 然后这步棋就来了啊 看来这个 我的这个感觉也还是可以的啊 我的觉得就是 反正我是不喜欢这个 连下这步棋啊 补的这个位置太 感觉很奇怪啊 因为我觉得形状总是在这里的嘛 这一方面 这补的很厚实 另外一方面 跟这颗子还有点接音啊 因为我们这颗子 不管怎么说 它还放在棋盘上 我们肯定希望能够利用它啊 下棋就是这样 你要想办法 就是让你放在棋盘上的 每一颗子都利用上啊 如果你每颗子都能利用上 这盘棋呢 你一定赢 没什么可说的啊 所以 所以这个位置 我当时是觉得是绝好的 走这个 被黑的一走这个 黑的这里明显不是有很多木吗 这个棋 这个形状没拿捏好 哇 然后再走这个 这个玩的就是心跳啊 这个排棋这个形状真的是不怎么样啊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伊林涛同学 这个 这个套餐又来了啊 这个 这个是 也是这个点完三三小飞之后 这个搬了靠啊 黑系残留的一个手段 这里呢 白棋有两个选择 一个呢 是冲 这个最简单的 但是冲呢 就还原了啊 就等于我们还原成这个形状 然后搬了一段啊 这个就还原了 这个 这个下法 就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了 那么还有一个下法 就是实战这个单吃啊 为了不还原 我们要体现出这个单小飞的一个好处啊 就是我可以单吃这个现在 然后可以沾上 那么就是关于这个飞了靠啊 搬了靠啊 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 如果这个黑棋在这边还有配合的时候啊 我们是万万不能这么下的啊 绝对是不能这么下的 比如说我们这边不是这个棋形 我们假设是一个这样的形状啊 那么你这么下等于就是把 白棋往你自己的空里干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一只要下吧 是不成立的 那么这盘棋 这个头已经属于白棋了啊 这边黑的已经没有发展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办了靠啊 因为把这个子给它靠下来 心情还是很愉快的 对不对 就好像这个棋形 你感觉冲的时候它没挡 然后我冲下去啊 心情还是很愉快的 至于说这个下法是不是一定便宜 那也不好说啊 但至少心情很愉快 打吃 哇这个是 这个下法也是接下来的一个常规手段啊 但是它马上就来啊 便宜到了 跳一个 这个跳一方面是压缩一下白扣 一方面是加厚一下自己啊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再被白棋点一下的话 黑的这个眼位就没了啊 现在它是 这个棋因为逐渐的要开始走向关子了啊 这个时候 所以先把自己加厚啊 同时也压缩一下白棋的实地 这个有时候下棋就是这样 这么神奇啊 两位这种力量型 勇猛型的这个棋手 但是偏偏都是 双方都找不到 不给对手发力的这种机会啊 最后就是 很有可能形成一盘 拼关子的一个棋啊 这也就说明了 现在这种 这种职业顶尖棋手的这种竞争 非常的激烈啊 就是说 你不可能说是很轻易的 就把棋举导向你特别擅长的领域啊 这样的话 你能够通过你擅长的这些招法 去击败对方啊 没那么容易 对方有很多种办法 可以让你的这个空有一身 蛮力使不出来啊 所以就是现在棋真的是 拼的就是内力 拼的就是后半盘 因为前面几十步棋 大家现在都知道啊 首先大家都会啊 因为你只要有台AI 你摆一摆都会 再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 我下在哪里 其实差别不会太大啊 可能一两个点 两三个点 那都是不到一幕棋的差别 那就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现在这个高水平棋手 比拼的就是后半盘的内功 那这盘棋也不例外啊 即将开始这个拼内力了 哇 黑的跳完 直接把这个打拔了 这个棋确实本身价值也 也是非常大的啊 我们看这个棋 将来还有搬了爬 那这个地方加是加不进去的啊 搬了爬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本身有后手大概将近十目棋的价值 啊 最关键的就是拔完这个之后呢 黑棋这块棋可以说是就宣布就活棋了啊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一拖 显然就能活啊 那如果白棋破这个眼 我们这里一冲 基本上这里也是有个眼的 白棋虽然可以有这种很顽强的杀法啊 但是首先这个木先损一把 这打了一粒 这脚上就已经出事了啊 就是这个局部来说 就是想破这个眼非常困难 所以 这块黑棋就宣布已经做活了 那那这个时候就是 黑的等于是走了一个捞了一首木 但这其实现在这块制造棋也非常大 我觉得 那这个小尖起来其实也非常大 啊 白棋实际上是往里跳 这颗黑子是 绝对不能给白棋吃掉的啊 因为黑的只要连回来这颗黑子 这个地方白棋有很多的缺陷啊 如果你现在去摊围这个孔 啊 那这个把黑子被白棋吃掉 那是了不得的 所以一定要靠回来 威胁一下白棋 嗯 白棋肥子 哇 这个易灵涛这个还不满足于这个肩回来啊 藏在这里 要这个最高效率的这个违控啊 他觉得你现在反正不敢进去 我有这个厂 你走进来 我直接给你弄断啊 你给我送菜 啊 然后白棋点 嗯 黑棋沾这个 确保 刚才我说的这个 这块棋的这个死活无忧啊 确保这块棋的死活无忧 因为他如果沾这个的话 一会儿这块棋有可能会出现 比如说白棋飞这个就有可能会先手 那就是说他现在不给你任何借用啊 这颗子 你要分断我就给你了啊 我无所谓 但是我要确保这个 这块 这条大龙是活的啊 啊 白棋点 啊 逐渐这个棋 由于黑棋不停的在捞地啊 那这个攻手稍稍稍的有点逆转 我们看这个棋现在 啊 攻手稍稍有一点逆转 这个 白棋这个中间已经全部 因为不停的加厚 已经连厚了啊 现在 白棋现在是 反而是厚 要对这个黑棋要产生一定的威胁了 所以黑的现在这个拐也是救援一下 一方面依然瞄着这个白棋的这个弱点啊 这地方有一靠 我们看 啊 这个拐之后产生了这一靠 他一方面 瞄着白棋的弱点呢 就是让白棋不敢进来啊 这个小尖也不敢尖 哦 刚说完 我又被打脸 旧小尖 啊 那这个靠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看看黑的有没有靠 啊 黑的忍住了啊 可能暂时不太敢靠啊 我们看一下 靠他如果冲 断长 可能黑的也没有把握啊 这里可能会形成一个对杀 然后一断 然后这个飞啊 然后再尖或者跳下来 啊 有可能会形成这样一个对杀 然后也有可能白棋根本就 不用冲这个啊 白棋可能单斑就好 这个冲就粘上 啊 这里 所以因为有了这个小尖的这个子 这个地方不太好分段这个白棋啊 你点的话我 刚好有依靠 啊 这个地方分段白棋没那么容易 啊 所以这个黑的也是就先忍住啊 哇 那这个尖一把 这个木术价值还是相当可观的 我们看 以后再尖一把 又是先手 跟黑的这个飞比 一二三四 五六 七八九 十十一 哇 这个尼收十一二木啊 这个有点吓人的啊 这个有点大 但是黑的 他又不肯走这个 走这个 他觉得那块漆有可能会被攻得很惨啊 可能就不是十一二木的问题了 所以是忍痛放弃了这个木术啊 忍痛放弃了这个木术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棋 这个木 双方这个木的一个情况啊 走到这里 因为这个下棋 随时还是要点一下木的 如果你不点木的话 闷着头在那里下 你就不知道这个形式怎么样啊 我们看一下 但这盘棋的木 不是特别的好点去呢 因为不定型的地方有点多 我们先看看白棋 这个角是六木啊 一挤一粘六木 那个角是四木 十木啊 这个地方比较好点 这以后一跳 八九十 这也是十木 二十 二十这一块的话 这个以后搬一下是黑棋的权利啊 打有可能是白棋的权利 因为黑的要做活嘛 这个大概是十 二十 二十五木的样子 那白棋全班是四十五木啊 四十五木只多不少 因为白棋这个地方冲过来啊 这地方并且还会找木啊 只多不少 四十五 黑棋的话 这里监视白棋的权利啊 十十一 十八 十二十二一二三四五六七二十八 到这二十八 二十九 二十九 这里挤 白的只能粘回去 这里 折半算 有个三四木 三十二三 三十二三 三十三四三五 三六 三十三八 这块棋大概 粗粗一点 是四十木棋的样子啊 四十木 四一四二 黑的甚至四十五 我们都不一定到啊 这个棋那现在形式白棋还是比较有利的 比较有利的 那说明从这个长开始 这个白棋还是这个木树上还是占了很多的便宜啊 但现在黑棋就是这个地方我们看 有点小毛病啊 当时其实我觉得白棋这个既然接了 这个第二下应该再接一下啊 还有个防断的这个功能 这个没走 看一下 当然这盘棋未定型的地方还很多 现在这个白棋虽然木树 占有一定的优势啊 但是 这个优势能不能保持到这个 整盘棋结束还不好说 这个盘棋 这个盘棋是想威胁一下这个黑棋是吧 但是 这个盘棋说实话没太看懂这步棋的含义啊 是想威胁黑棋 但是你局部来说是威胁不到的 因为黑的这个几十线手 这个猴还是火棋啊 实际上这个尖刺了一下 尖刺了一下 那这个黑的就已经先手火了 这个可以再搬一把 黑的还是利的啊 他觉得这个利太大 还是利 然后再飞这个 那这个飞也是非常大的 因为你不走这个 黑的这个二路直接点到这里来了啊 这个就不得了 这个甚至要威胁到这个角的死火了啊 所以这个这步棋是必须要走的 所以说我在想 刚才这个黑的是不是有可能抢这个 可能他们认为这个虎也是大得不得了 虎完之后这下都挤不到了啊 挤不到了 那么黑的就和死火有可能会有问题 有可能是先手虎啊 所以觉得这部 这两步棋哪步大 真的是判断不清了啊 都非常大 因为这个利的话 说实话利完之后 这颗子还能度过啊 有点 感觉没利到东西 啊 这个时候 小一同学是出招了 啊 这个地方是黑棋一直残留的一个手段啊 一直都有 然后一搬 那再一点 再一点 这个手段还是能吃到一些木树的啊 我们看如果 如果你就粘上 那么我一抽 一退 哇 这个还是能吃很多木下了啊 这个棋 所以当初这个黑的走这个 他觉得无所谓啊 这个反正你这个尖一下没什么意义啊 这个木迟早都是我的 哇 那这个地方 这个手段还 还有点严厉了啊 如果靠这个的话 哇 刚才黑的这下 不交换是好棋啊 交换完白的就可以靠了 现在靠直接被一断 似乎是不太成立啊 似乎不太成立 即使刚才白棋把这下尖掉也没有用啊 我们看 还是可以断 嗯 那这个手段一直成立的话 那这步棋真的是很大啊 这步棋真的很大 但是这个fail我们也说了也非常大 所以这个棋系呢 白棋虽然木树占优 但是这个地方一直欠着一些木啊 这个手段一出的话 双方这个木树 可能要重新衡量啊 实际上白棋是顶 这个强行的防守啊 但是这个长一个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感觉白的非常薄啊 这沾完再一挖挖 瞬间这个白棋有种 丢灰气甲的感觉啊 有一种 要烂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如果它沾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地是不是不够了啊 它实际上这个下巴我觉得也是 不过这个真的是很惨啊 这个黑的 黑的是一个新手持啊 这个接下来这个段还特别大 你还得走 如果吃成这样 我们看看是一个什么状况啊 这个这块空刚刚才点了40摩 我们现在看看这增加了多少 这有点吓人 6 15 20 21 30 36 46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6 这折半57 58 这下加了快20摩啊 58了 59 60 61 61 62 63 黑的有63四摩现在 但是白旗也加了不少啊 白旗刚才45 45的话 这个只点了10摩 现在46 47 48 49 55 15 25 53 545 56 56 这边差不多 56 65 该黑几下 确实这样的话 这么看的话 黑的实控好像要占一点优势啊 因为这个地方黑的还可以点进去 我们看这个黑的这个一路利是硬腿先手啊 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 点进去啊 所以白旗的木 但是我觉得这样说实话也挺细的啊 这个啊 但是可能一时间这个情绪接受不了啊 一下被黑的多出来快20摩棋啊 下棋的时候可能有点接受不了 但实际上这个顶我个人觉得 有可能会更惨啊 刚才因为虽然黑的多了快18摩棋 快20摩棋 但是白旗也持了一些摩啊 1234567 白的也持了78摩棋 其实还好 我觉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状态 实战这个下法的话 感觉是有种要崩盘的可能啊 这个太委屈了 那当初这个黑的 这个拐的这个位置真是恰到好处现在 这个白旗是 各种逃跑啊 但是感觉还是薄的不得了 这个还是有点薄 黑的一粘上 我们看 对这个还是很薄 而且这个棋将来啊 黑棋 这个夹住的话 这边也能长一点木啊 虽然这个这边这十多木没了 这边确实木差的也挺多的 12345678910 1112345 1620 20摩棋 这边救回来20摩棋 白棋 但是中间的这个八木棋没了 其实只救回来12摩 然后黑的这边 现在还有点木 其实这个真的不便宜啊 这个不知道当时 他们双方的这个时间状况啊 可能联校时间也不多了 因为易灵涛下棋 真的是非常快啊 这个比一般人都要快 更快一些啊 这个年轻人这个棋干好 而且是自行星爆棚嘛 伊灵涛属于那种 下棋的时候自行星很爆棚的棋手 觉得自己的招都是最好的 这样的棋手也非常难对付 这个时候白的确实是 这个防守起来要动动脑子了 因为你现在不能单纯的补这个段啊 补这个段这一飞过来 这块棋好像 基本上就胶带了啊 那你这边得补啊 你这边如果不补的话 这个一尖 那个被穿下去也受不了 所以现在 这个联校是非常勉强啊 挑这个 要求是一子两用啊 但是感觉这个地方 这个白棋 肯定是有问题的啊 这个缺陷 果然 黑的这个又亮 亮刀了啊 直接点进去 现在黑的感觉 这地方只要有一点借用 这边就要出事情啊 黑的我们看这个跳是决先 跳完之后 这个地方一靠啊 一冲断 稍微这边有点紫 白的这个就要有危险 所以这个点是先问一下英手 监住啊 然后淡淡的一小间 哇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真的要出问题了啊 这个小间 你要不走 他这个地方要顶你 很厉害啊 这个顶 这个 这一下这个木树 一出路的话 但是你现在刚才说 这边又必须得走齐啊 这一间 好像已经不太好办了 实战只能补这个啊 因为这边要死 要死齐了 那这个黑的一顶 哇 这个太犀利了 这个年轻人 这种局部的这种战斗 真的是很厉害啊 哇 这个收获太大了 这个黑的一下来了六木齐 白的少了六木齐大概 一下十来木 最关键白的还得走这个 还得做活 不然的话自己没活 这个半战是必须要搬的 双线四木啊 这个 无论如何不能错过 那然后这个 现在白的这个是不能再补了 觉得时空已经不太够了 先把这个抢 啊 这也是个双线 黑的忍住 那然后白的再抢到这一并 现在是白旗 因为这个地方啊 损失比较惨重 所以现在拼命抢摸啊 他觉得再走这个肯定是不够了 那你再补这个 这个再被黑的点一点什么的 可能还不止这个点的问题啊 我觉得黑的这个地方说实话 可能还有更好的下方啊 因为白的这个地方依然很薄 现在我们看 黑的什么甚至靠段这种气都有可能 所以白的只有先把这个先捞了再说 那黑的先手吃 这个很愉快 白的一搬 黑的一冲 利 这个是先手权利 哇 这个拐一下 感觉什么计算很深远的样子 是要挖吗 这个小一同学 这个局部作战能力确实是很强大啊 我们看这一冲一夹 这个白的这个地方这个木是守不住了啊 你如果沾上想要吃黑气的话 黑的就很简单 就长了一冲就冲回来了 这无论如何守不住了这个木 只能挡 那一打吃 再一虎 哇 直接沾上 因为我可以跳进去啊 甚至不要虎 还要这个团一把 这关子收的这个白的难受坏了啊 这再沾一下 那 然后再挤一把 再把这个吃下来 那我感觉这个 从这一串来看 这个白旗应该是凉了 这旗 后半盘的这个定型真的是 关子真的是被弄得太惨啊 由此我们可见这个下棋的时候 这个后也是很重要的啊 虽然现在实地为王 但是你如果棋太薄 像这个地方 被冲成这样肯定是不对的 开展 后手三目 这个是四十三目 肩 一击 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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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接下来的关子应该不会有什么变数了 因为双方都太厚 再一打吃 沾起沾 再起一吼 还有一击 到这里的话 这盘棋也是最后一手 本局的最后一手 那么最终这个棋是 黑棋是中盘胜 黑中盘胜 我们看这个棋 其实双方这个不拒绝蛋 一人下出一步好棋 其实是势均力敌的 那么关键是 这个白棋是哪一步出了问题呢 其实给大家之前也说过了 这个飞 其实用我们 这个 骑手的一个行话说 这个飞很邪恶 看着很邪恶 这个走在这里 飞在这里 我们走一个小猴子脸 是非常正义的一招 其实这盘棋最终 书棋 这部飞埋下了伏笔 自从被黑的这个点到之后 白棋这个棋行就一直有缺陷 到最后黑的这个亮出了这一招 靠完一点 非常犀利 其实当时白棋如果忍住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能收 实战这个下巴太不理智了 被黑的冲完之后 这个二路再亮出一点的时候 那这盘棋就已经没救了 我们看白棋实战就救了这二手目棋 然后自己这八目没了 然后这个地方十多目没了 这个地方黑的还能沉木 所以总的来说 黑的肯定是白的肯定是亏了 还不如当初就把这二十目 给这个黑棋 这盘棋这个 连校这个后半盘也体现出来 现在这个年轻棋手后半盘 确实是很厉害 那这盘棋最终的结果呢 是这个小将伊林涛 是黑中盘战胜了连校九段 下得非常好 非常精彩 那么今天的期 我也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